印尼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公布总统大选的结果 根据印尼中选会已经完成的官方计票结果指出 印尼民主奋斗党候选人佐科威 他以53%的得票率领先运动党候选人普拉伯沃 那么如果没有意外 印尼新总统预计在10月20号宣示就职 印尼7月9号总统大选投票 根据各民调快速计票的结果显示 印尼民主奋斗党候选人佐科威 领先对手普拉伯沃4到5个百分点 不过印尼运动党候选人普拉伯沃7月20号表示 由于有证据显示选举舞弊 他不打算接受官方的选举结果 因为担心骚乱 印尼现任总统尤多约诺20号晚间 邀请普拉伯沃和佐科威 一同到总统府参加斋戒 玩倒与进餐 尽管如此为了防范印尼大选候选人支持者擦枪走火 印尼中央选举委员会周遭 还是部署了3000多名警力 并进驻装甲车 印尼首都雅加达各地重要路段 也部署了重兵 严正以待 新唐人亚太电视业绩编译